工厂的建设,或者更具体的说,建造,热处理厂的,也就是说,通过,通过加工和处理废物,家庭废物,来实现。 家庭废物,医疗废物,工业废物,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仍然是哈夫纳集团的核心业务。 废物部门不断变化的环境要求导致了,导致哈夫纳公司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并且, 重新思考其商业模式,根据其经验和趋势分析的结果提出新的见解。 经验和趋势分析的结果,这种知识的一个重要部分现在反映在。 新的概念SDWI,小型分散式废物处理,焚烧炉,也叫Slimline。 这个新的商业战略的父亲是一个倡议。 哈夫纳注册商标符号作为先锋已经开始了这项举措。 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在热能处理厂和生物处理厂领域获得了积极的经验。 处理厂的热能和材料回收,可以以模块方式运输的废物。 这,现在将采取和发展这一概念,并。 根据最新的技术和科学状况提供的科学知识。 实践经验表明,实施奋全式的分散式处理厂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更大的进展。 被民众接受。 哈夫纳注册商标符号考虑到了这一实践经验,并通过开发分散式处理厂对其做出反应。 对它的反应是开发了一个购置成本较低的小型热废物处理厂。